因为你检查官居然讲我对法官 他还说哪一国的逻辑 我跟你讲 今天真正决定的 原来这个不要的 你也是问题的 如果今天所有的检查官或所有的法官 他的谈判 他最终的结果 他采取的法律认识 这个事实标准 都要由精彩来认识 说可不可以 你的结果我哪个满意 如果我不满意 我都来说 你有问题 就要来坦识你 请问 我们的司法的独立性还在吗 我们还有五权分立吗 而且蔡国共同结望 你自己开了司法改革会议就在哪里 总统 而且当时 我记得是 我三次票 还有给国家的表现 我没有拨了一次 你没有拨了一次 大家都记得 台国总统议事在那里 你要进行司法改革 那请蔡总统给国内的交代 你司法改革最终的结果是 让你监察院 你认识监察委员总生到你查院里面来 那你帮你改到哪里去 那我觉得这件事 我们的司法界 一定要站起来用力的发生 一般民众应该对这件事情也要认清楚 蔡英文政府的本事 他真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出的话 连监察院大家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公正的不安 或是我们把一些检犯的人物 就是亮出来的 都会觉得说 监察委员就是应该要在你体学上的风格 结果现在监察院真的这一些公布 统统都大难以分 难怪你们都会觉得 监察院现在是你这个干费 不是说法官跟检察官不可以谈合 而是说按照监察院在宪法里面的设计 如果你去谈合一个法官 或谈合一个检察官 是类似什么样的解决 就是这个法官官说 这个检察官收费 对 让他收费 然后官说 然后往去开案 所以你就查到这个是证物证 那你去谈合我觉得全台湾的人都叫 但他这个谈合是说 你这个你这个办案的过程 如果你有柯章是怎么样 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那柯章 按照所有 我看到的这种与那柯章 原来这个法官的认证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那个部署 有一个人最大严格的 这个法人的经纬有问题 那这就奇怪了 那那个检察官要怎么办 法官怎么看案 他不是司法独立吗 诶 有话说 你哪现在可以直接这样子 搞完了这些 那检察官的检察官跟法官 你说乖点啊 这讲得很清楚了 要知道寒蝉效应呢 心菜我叫你心菜你胆敢不心菜 我叫你要包庇 你胆敢不包庇 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应该这样 你看高永诚讲的话 就是蔡清诚的第一篇段 嗯 就是说高永诚 他那个 你检察官如何如何是经过法务部认证 然后法务部可以错面试证 有什么东西想说 中永恒在 中永恒在 中永恒在的 中永恒在的 你就要反驳 那个他是人 Jeggj understands 这就是在不反nych我 四个就是受害 理化了一里他是要贴高涌大 那我可能言你 这个都是我�改的 笔法 一个unkt 哦 but 案太大了 特别 你怎麼那麼 這種事實在是 他人生最象的 這部業應該是在 這部業界的 他人家高永恆 他在第一時間他透過他國的時候 他就是陳隆祥的 這法務部的 他正聚他在切齊 法務部的這 最嚴密的主要 中文字幕 李宗盛